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杨子没动静,可她的三部带播剧都不可小觑,又要出爆款了。 最近有不少人都觉得,圈内很多女明星最近都是有动静的, 比如有的人在上春晚,或者是在彩排, 还有像杨幂这样的,在为自己的新作品马不停蹄地宣传。 整体看下来,怎么好像就只有杨子是没什么动静的? 难道是她不红了吗? 其实,杨子怎么可能是不红了呢? 她可是凭借了亲爱的热爱的和香蜜沉沉进入双成功取得观众认可的90后小花啊。 大家对杨子的实力一直都是处于很幸福的状态, 也期待她接下来的作品。 所以说,只要作品成绩足够好,平时没动静也没什么关系, 等到作品播出时,再有热度也不迟。 而且,杨子接下来的三部带播剧都是不可小觑的。 比如说她和肖战一起合作的《余生请多指教》这部剧, 是在肖战刚刚凭借陈情令大火之后拍摄的。 这部剧在拍摄期间就已经备受关注了, 不管粉丝是什么样子的态度, 反正在路人的眼中, 杨子有实力,肖战有人气和热度, 只要双方都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内做好自己, 这部剧成为爆款作品也是应该的事情。 从角色人设和剧照来看, 杨子这一次在剧中出演的角色, 还是与他之前出演的角色有所差别的, 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个惊喜核心的认知吧。 还有杨子和吴亦凡一起合作的古装剧《青三行》, 许多人听到这部剧都会觉得不想提及, 或者说,已经因为种种原因不被大家看好了。 因为这部剧从官宣演员阵容, 开始就充满了争议, 男女主角的粉丝从来就没有消停过。 两家为了翻位直接吵上了热搜, 吵到杨子都不得不出面回应。 从剧照吵到海报, 片方都不太敢发布和男女主角相关的内容, 都是让他们自己发的。 还有之前在罗列平台2021年的电视剧名单时, 关于《青三行》的内容, 只剩下了吴亦凡一个人的画面, 再度引起杨子粉丝的不满。 所以,这部剧似乎是一直伴随着争议的那种, 对于作品本身, 大家并没有太多的关注。 不知道在播出后会不会平息这场干戈? 毕竟,粉丝的力量也是不容忽视的。 而杨子的第三部剧, 是和景百然一起合作的女心理师, 又是一个新的题材, 又是一个不同类型和人设的角色, 杨子好像一直都在给大家惊喜。 而这一次, 也没有了翻位的争议, 从女心理师这个名字就能够看得出来, 杨子是妥妥的一番女主角了。 女心理师这部剧, 男主角是景百然, 她的颜值是不错的, 只不过这几年的确没有什么 让大家印象深刻的作品。 之前与杨子合作的男演员中, 邓伦和李献先后成为了流量艺人, 不知道景百然凭借这部剧 能否走上翻红之路。 总而言之, 杨子接下来的这三部带播剧 都应该具备很高的期待值, 甚至被说是三部爆款预定, 不可小觑是真的。 一个演员, 平时有没有动静真的不太重要, 还是要看作品成绩和专业实力。 杨子毕竟是杨子, 哪怕造型和颜值被吐槽了不少次, 她也依旧是90后当红小花。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